多米尼加5月1日与台当局断交后 布基纳法索24日无预警宣布与台当局断交 台当局所谓的友邦下降至18个 台当局前领导神陈水扁27日透过 新勇歌舞语向蔡英文喊话 他怂恿蔡英文支持台独组织喜乐道联盟 所谓独立公投 证明入联的诉求 对此 有台湾网络舆论也与陈水扁是否想启动 反分裂国家法相关条款 加快统一进程 据台媒报道 布基纳法索与台当局断交当晚 蔡英文放言 这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 这些行为无助于两岸关系 并表示不会再忍上 对此 陈水扁27日发表新勇歌舞语指出 这是蔡英文就任两年来 对中国大陆最严厉 最强硬的一次谈话 希望蔡英文不只是说说而已 而是要有进一步作为 陈水扁以勇歌怂恿蔡英文 支持喜乐道联盟的所谓独立公投 证明入联诉求 他称 如果做不到他带头推动 防卫性的全民公投与台湾入联公投 至少不要杯葛反对 上民进党的公职人员或候选人得以自由加入及热情参与 据了解 所谓的喜乐道联盟 系由台独大佬李登辉 陈水扁 吕秀莲等人 今年2月28日宣布成立 其目的在于推动所谓的公投证明制限 成立之初 岛内舆论及质问 喜乐道联盟 是要让台湾人早登吉乐道吗 甚至有网友指出 李登辉可能看见死神在召喊了 所以改进度 希望全台湾陪着他一块儿死 李登辉 陈水扁当权期间多次修改台湾地区限制性法规 现在的增修条文仍然是因英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期间 陈水扁曾也承诺2005年2006年所谓的正名制限 入联公投在2008年也办过了 但失败后 陈水扁自己坦言 台独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对于陈水扁此次怂恿蔡英文支持独立公投 有台湾网友直接搬出他那段经典的 我做不到 我就是做不到 对其打脸 对于小英主动和各邦交国断交 省钱 又可孤独 还有网友则向蔡英文提紧了 阿扁又不该寂寞了 自己不敢做的事 现在要在小英英出来顶纲 并表示谁在位时谁提这种启动反分裂国家法条件之一的言行 谁就会倒霉 如果真要这样做 就离统一不远了 据了解 全国神大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的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于两岸关系的性质与交流基础 国台办早前已多次强调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 也不是一中一台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大陆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台独言行 绝不允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搞台独分裂并将自食恶果 此外 中国军方在回应绕岛训练时多次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放军会按照年度计划组织 例行性训练 我们多次重申 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同时 我们有能力 有信心 有办法 维护祖国的统一 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CM G B-G G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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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